中诚的快乐女生优秀歌手 世界唯一绵羊之音 久经考验的铁血针汉子 增益可同志 因贿赂大众评委无效 于2009年7月31日晚 10时30分 在芒果台快女十进期比赛中被批 历时84天 增益可同志是史太龙同志的胞弟 1990年出生于湖南某县一个普通家庭 2008年参加舞动音话海选 2009年5月参加芒果台快乐女生比赛 2009年6月入围快女60强 2009年7月晋级全国十强 增益可同志在快女比赛舞台上亮相以来 可谓风生水起皮 平地炸雷管 他那浑厚的绵羊之音 一直在我们的耳边 鸟鸟回旋 以至于国内外无数喜好音乐的人们 为之轻吐 增益可同志 虽不威猛彪悍 但面似其胞弟国际铁汉史太龙大哥 虽不帅气 但钻进女人堆里却独树一掷 虽不善舞行音律 但执着于怀抱吉他半遮面的无音准弹奏 虽不善歌唱 但勇敢地挤持在跑调的大道上 这一切切都印证了曾歌 是一个勇于探索 并敢于挑战任何困难 一直与海洋般的口水搏击的蒸蒸铁汉 是不折不扣的纯爷们 2009年7月31日晚 在闷热的黑夜里 亿万级歌迷怀着悲痛的心情 涌在电视前 电脑前 收音机旁边 嘴寒口水深情送别一袋铁汉曾义渴 悲痛的人们打出了曾歌走好的横幅 全国的媒体几乎同时出现了这张熟悉的面孔 在口水中奋进前进的曾义渴 这是一个扭曲了中国音乐风格的名字 这是一个唱歌时让人提心吊胆的名字 这是一个让观众睡不着觉的名字 一代绵羊音离去 九州歌迷掌声起唾沫横飞 寄托了人们的绵绵思念 口水阵阵凝结着人们的正义之声 曾歌被PK掉的纪念会 在比赛中及时进行 现场参加纪念会的有 脑残评委高晓松 新任脑残评委黑男 脑残主持人何日火 以及正义的大众评委 正义的歌迷等 参加纪念会的 还有与易可同志并肩战斗过的快女们 电视电脑收音机旁边的观众们 原快女评委团包小博先生 也发来贺电 贺电中称 地基不牢的小毛屋终于垮掉了 高晓松在心怀鬼胎中 面怀了曾歌的丰功伪迹和崇高风采 高度赞扬了曾歌在快女中的一生 黑男也在阳凤阴违中猥亵发言 你走我不留 那么现在这是我的决定 我这是第一次参加快乐女生 也是最后一次 曾歌那潺潺绵绵的绵羊音 永远回荡在歌迷和网民的耳边 永远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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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回荡